曹梦德奉赵来洛阳救将,杀退了李绝郭寺的反丁,逼得二贼走投无路,洛草为寇去。 现帝一见心中大悦,曹梦德奉当即把皇上请回了洛阳,自己的人马驻扎在城外,就在这天晚上来了一位大臣访他,此人姓董明昭自宫人,曹梦德奉久仰其大名,董昭给他出了个主意,说洛阳已经荒废到这个样子了,民工不要在此地久住了,您最好把圣驾迁到许住。 曹操一听是正合我意,他写表奏明皇帝,现帝不敢拒绝,文武大臣都得听着,因为曹操势力大呀,只好随着圣驾驾兴许都。 在去许都的路上,半道碰上杨凤了,杨凤想把圣驾给拦住,杨凤怎么上这儿来了呢? 自从曹梦德救驾之后,杨凤怕曹操容不得自己,他带着韩仙和许晃跑这儿来,现在他想来圣驾,叫曹操把杨凤杀得大败,把大将许晃收到了曹操的手下。 就这样,曹梦德保着圣驾来到了许都,一进许都是造宫殿立宗庙,修省台寺院衙门。 曹梦德自封为一大将军,由他亲自把所有的文武都论功行赏,特别是他手下的文臣武将,都升了三级。 好家伙,曹操的权力大,曼操文武谁敢惹呀,曹操长的大权了,不论大小事情,都得先问曹梦德后奏天责。 这一天曹操在后堂设宴,把他的文臣武将都请来了,大家落座之后,曹操看了一看,列宫,今天虽然大事已定,老夫尚有心腹之患,列宫可知。 中文武一乐,不知民工所患者何也,吕布自从在定朝被老夫杀败之后,他走投无路,今去徐州去投刘备。 不惨虎狼之心,被乃士之枭雄,如果二人并肩与老夫抗衡,我将如何处置? 但是,感情曹操这块心病还挺重,他早就嘀咕着刘备和吕布,按现在说山东这一大片全归了他,自己精兵二十余万,战将不下几十元,还有这么多的谋士。 但是,从现代自己的势力这个身份都够说了,天子也由洛阳被他给劫到许都来,可就这个事儿,使他是坐不安息,曹操整天想,如果吕布和刘备要携起手来,到山东打我可怎么办? 这是领知猛虎啊,现在放吕布到了徐州,不雅于纵苦归山,等他长出牙筒定要伤人,所以他才把牟师们请来商量。 徐玉一听,这有何难? 民工啊,我有一计,刘备吕布可除,刘备现在虽然统领着徐州,但他这个官是假的。 是陶谦让过他的,我听说过,他虽然表揍过朝廷,天子那时候正在逃难,没工夫给他下诏书,就是说承认他了。 借这机会呢,您可以给他下一道诏书,就让刘备当这徐州牧,而且您在加封他个将军,刘备一定会高兴的。 另外您在秘密的给他写封书信,叫他见机行事,把吕布杀了,这不就完了吗? 如果说吕布知道了,刘备要杀他,他一定和刘璇德反目。 或许说吕布能把刘备杀了,咱们再去打吕布,我这叫二虎争食之计。 请民工抬夺。 哎呀,先生高气叫我,太好了,第二天曹操就派出一个使臣去,拿着这赵书就走了。 那赵书不是天子下的,就是他写的,他现在说什么就是什么,而且秘密给刘备带的封书信。 天使就奔徐州来了,刘璇德干什么呢? 玄德正在写贺表呢,他听说天子犹打洛阳,迁都许昌了,他要上表祝贺,正在这时听说天使道赶快设摆先案接旨。 旨意写得很清楚,封刘备为徐州目,加封他为征东大乡军。 接完纸之后得款待来使啊,备好韭菜,在吃酒当中,来使就告诉刘权德,权德公啊,曹将军带领可不薄啊,据我所知,他在天使面前以及众文武的跟前不断的夸奖您。 说您,说您胸怀大财,胸藏大志,还让我给您捎来封书信。 说着这天使就把这封信交给刘备了,刘备把天使招待完了送回馆义,他把这信打开这么一看啊,哎哟,曹头让他杀吕布,说这我得跟我俩兄弟商量商量。 他把关于张飞给找了,把信给这哥儿俩这么一看,张飞当时按荐大笑,哈哈,太好了,早就应该杀了吕布这皮肤,不恐。 刘备朝他摆了摆手,这是秘密的事情,你嚷嚷什么呀? 刘备不让张飞喊了,你等我再想一想吧。 第二天一早啊,吕布由小配上徐州来了,他干嘛来了? 吕布听说天子下了诏书,封刘备为徐州牧,征东大将军。 他来祝贺来了,刘备赶忙把吕布给接进了大堂,然后摆酒,刚把酒宴摆下,张飞当外面进来。 咚咚咚咚,他大踏步的闯进了清堂,一顿泪下宝剑,咔嚷的这么一声,把剑就冲出下外。 吕布皮肤,修走看剑,好。 张飞当时把吕布吓坏了,哎呀,一哥相信,你这是为何? 说着话吕布看着刘备,听说这是怎么回事啊,您摆酒款待我,您兄弟低了宝剑过来就宰,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? 刘选德赶忙站起来,义德大胆,不许无力,还不如我退廊出去。 嗯,张飞这气儿没消,提着剑,站在那儿他不走,吕布一看,慢来慢来,吕布过来了,怎么回事,这我得问问,义德将军,你究竟这是为什么呀? 一声不响,举剑进门就杀,这得说个明白? 说的什么明白?非是俺老张要杀你,就连曹操都要杀你,他给我大哥来信了,说你是不义之人。 好嘛,让这个三爷给抖落出去了,你不越轻越糊涂? 什么?曹操说我是不义之人,这都哪个哪儿啊? 刘备赶忙把张飞给推出厅外,然后就把曹操那封信让吕布看了,吕布一看那信呢,哭了。 这是曹操在离间你我呀,宣德公,你是把我滚忙起来装路,秋车母龙送到许珠,还是将我的人头砍下? 哎,兄弟只管放心,刘备不是那不义之人,我做不出这种事情来,我要是杀你,我还能给你看这封信吗? 仁兄,你只管回小沛去,我给曹操写一封回信也就是了,吕布谢过玄德勿杀之恩,刘备刚把吕布给送走, 关于张飞打败了就进来,张飞是满脸的怒气,哎呀,我的哥哥,你怎么到底把吕布给送了? 曹操还有信,没信我都想杀了他,又把他杀了不就得了吗? 你知道什么呀? 刘备这回可不让了,以德,你特意的鲁莽了,以后不许这样。 我正在和吕奉仙饮酒,你提借闯进厅堂,这成个什么样子? 以后再做些什么事情,先想一想,然后再做。 我不杀吕布,又不杀他的道理。 曹操这封信你不是已经看了吗? 哦,是啊,看了。 你都看出什么来了? 我看,就是让哥哥你把吕布杀了,你还看出什么来了? 就记住这一句,刘备这个气,就记住这么一句,这是曹操的一计。 哦,张飞愣了,那怎么见得是一计呢? 如今曹蒙德携天子见许珠称霸于朝廷,他所律者就是我和吕布,所以才给我来这么一封信。 我要把吕布杀了,不是除曹操一患吗? 如果说我做事不密,被吕布知道了,吕布就能抢了我的徐州,杀了我。 也算出去曹操一块新兵,然后他好来打吕布啊,这叫二虎争食之计。 你晓得什么啊? 跟这里边捣乱,动不动就瞪眼,动不动就要杀人,只是其佣此理。 哦,张飞傻了,你看看,哥哥您别生气,俺老张哪知道这信里头有这么些事? 这曹操,给你出这么个主意干什么呀? 得了,我现在先不杀吕布了。 刘备一听啊,看来以后还得杀,行了行了,你该干嘛干嘛去吧? 刘备啊,赶快打发那位天使,他给曹操写了一封信,信写得很客气,告诉曹操,现在我不得下手。 要杀吕布,容许图之,你得给我一段时间,天使拿这信回了许图里,把信交给曹操,蒙德一看,这记不好使啊,赶忙把迅玉给找来了。 徐先生,你这二虎争食之计,落空了,刘玄德没杀吕布,这怎么办呢? 徐玉一看啊,哦,呵呵,刘备的心眼够多的啊,明公不要着急,我还有一计,真不愧是谋士啊,抬头足以低头见识,那记册呀,都一周一周的,这二虎争食不是不好使吗? 明公您这么办,您下一刀诏书给刘备,让他由徐州起兵,去打元术。 嗯?曹操一愣,徐玉一看别忙,随后您再写一封书信告诉元术,说刘备要打他,元术的脾气非常暴力,见了您的书信之后,他会立刻起兵,这两下一打起来呢,吕布毕生一心,此乃驱虎吞狼之计,这徐玉可真厉害。 曹操一听好,练书两声妙计,第二日一早,把诏书吓到徐州。 宣德立刻聚文武,商议起兵,弥竹先生一看,宣德公,这兵咱们起伏着,为什么呀? 曹操这一刀诏书其中有诈啊,无缘无故他给咱们下什么诏书,咱打什么元术? 我元术井水河水两不犯,再说咱们咱们一起兵,您可别忘了,小佩还有个吕凤仙呢。 哈哈,刘备点了点头,没说什么,感情刘备早已想到了,他也识破这是曹梦德的计策,但是这是诏书,亡命不可违,明知事迹也得发兵。 刚要点兵,孙前给拦住了,明工啊,您发兵也可以,可是徐州必须得留人看家呀,别咱们前脚一走,这儿没人管了,那不行啊。 刘备一听,先生所言即是啊,留谁看家呢?他看了看身边这两个弟弟,关羽搭话,啊,兄长,把小弟留下来,镇守徐州吧。 哎呀,刘备摇了摇头不行,这外出去打仗,遇上点什么事,和兄弟商量商量,不能把关羽留下。 张飞大茬,哎,哥哥,把小弟我留下来,啊,你总放心去打袁术,有小弟我来镇守徐州,是万无一失啊。 刘备看了看,更不行了,哎,怎么见得?你呀,一是酒后刚强,鞭打势足,你喝完酒就发脾气,而且瞧谁不顺眼就揍谁。 二是做事轻率,不听人劝,你做个什么事,也不想,咚就是一下子,别人劝你,你还不听。 呃,大哥,我改了就毛病不行了,酒,我少喝,我不打势足了,我多听别人的劝告,您看行不行。 刚说到这儿,弥主说了话,呵呵,三将军,只怕是口不应心的。 咱们谁一听这气,先说弥主你怎么回事呢,这么个美差,你不替我说两句好话,你怎么还打着破头心呢,你怎么一说,我哥哥不把我留下这么麻烦了吗? 俺老赵露个脸你都不让,啊,东! 弥主,我随同大哥多年,从未失信,你为何小看俺老赵? 哎,大哥,从今日起,小弟我不饮酒,不打人,大小师,皆听劝告。 说到这儿,玄德只好把他留下,还是有点放心不下,派陈登陈元龙先生辅佐张飞,看守徐州, 然后又嘱咐三弟一应之事,多向陈先生请教,小弟我记下留。 不,刘备这才率领人马一声炮响,杀奔了南郡。 张飞一看大哥走了,张飞和陈元龙先生一块,上城先看看,然后各地检查了一番。 陈登一看行,怎么,玄德公的话呀,我们义德将军还真听,满负责任,这封转悠,全看完了,张飞回到帅府, 吩咐人,在厅堂之上,将酒宴摆下,把城里边留下的文武官都请来了。 大伙一看,三将军这怎么回事啊,不是民工临走的时候已经嘱咐了吗? 不许喝酒,他也说了,一定把酒借了。 这今儿晚上怎么大摆盐盐呢? 等都坐下了,张三爷站起来, 呃,列位大人,我家哥哥临走之时再三叮咚,不许俺老张饮酒,俺老张记下来。 这句话差点把大伙说乐了,其实说三将军怎么了? 您既然记下了,怎么又把酒摆上来了? 呃,列位大人,我想今日咱们碰饮一番,喝个民鼎大醉,从明日戒酒, 哇哈哈,换杯来。 三将军越喝越高兴,一会儿的工夫换了三次杯, 最后得大杯上来,张飞满满这么一杯,离开了座位,挨桌敬酒。 哦,你说谁好拒绝,反正大伙都听明白了,今儿个是玩命喝,明儿个谁都得记酒。 我是这么回事,喝吧,有能喝的有不能喝的,还有不会喝的。 其中有一位姓曹明报,这位曹将军就不会喝酒,长这么大,滴酒不闻。 张飞走得在跟前,来来来,三将这一杯干了下去,哎呀,曹宝赶快站起来插手失礼。 三将军,我不会喝酒啊,我多吃点菜得了,什么什么,张飞满那儿行啊, 咋当的武将,哪儿又不会喝酒的呀,难道说你骗完老张不成。 哎呀,三将军,您这说哪儿去了,我怎么敢骗您呢,我真不会喝。 哎呀,兴得可道,你将这杯先喝了下去。 他们那酒杯啊,快处这曹报塞帮子上,这位一看,皱着个眉头咧着个嘴。 至于那样吗?哎呀,这不会喝酒可开不得玩笑。 他真是不能喝,不管你有什么条件,你怎么培养他。 那酒只要一到港点是苦的呀,比咽药都难受。 曹宝就这样,都快哭了,他讲是,我真不能喝,我这个酒是从天界。 张飞一听什么?从天界?什么从天界,从地界?来来来,老张陪你一杯。 这时候有好些人冲曹报之地眼色,那意思你喝了吧,你不喝他也不走,回头滴了你哪儿都给你换下去,你这麻烦不? 曹宝一想,你哪儿有这样的人呢,你越不会喝他越让好,喝了吧? 曹宝咧着嘴咬牙,狠着心就着没,把这杯酒喝下去。 张飞乐,嘿嘿,什么从天界,这才不愧,无境之风。 敬了一圈酒,张飞回去了,坐在他那座位上,推杯换盏,左一杯右一杯,张义德素有斗酒不醉之称。 可是今儿喝太多了,现在大概六斗都过去了,张飞晕了,眼睛越喝越红,大伙一看要麻烦,怎么他又站起来了,端着这酒杯,还是挨桌镜。 现在张飞走路都有点打慌了,一杯一杯进了大半圈,又到曹宝这儿,曹宝都有点哆嗦,刚才他就想溜,溜不了了。 那杯酒喝下去之后,他就搅着这脑袋,一个劲的嗡嗡,浑身乎乎的往外冒火。 现在一看又凑合过来了,哎呀,三将军,哎,你再把这杯喝了下去,我实在喝不了。 刚才那我就强喝,我就差一点吐了,这么多人都这儿坐着吃饭,我不敢吐,干脆告诉您他,说什么我也不能喝,我不会喝。 张飞把眼睛瞪起来,不会喝,方才那杯酒哪里出油。 曹宝先说,你讲理不讲理,刚才你是硬逼着我喝下去的,三将军,我真不能喝了。 嘿,张飞把眼睛瞪一瞪,好大胆,你敢为我将令不成,应该重责以白军官。 你看看,人家不喝这酒他要打人家,陈元龙赶快过来,三将军,曹宝将军不能喝就算了吧,宣德功临走的时会儿不是嘱咐过您吗? 张飞一听来气了,哼,你闻官这款闻官之事,休来闻我。 曹宝这时候可真没辙了,要再把这杯喝下去,当时就得死在那儿。 三将军啊,您就不管怎么说,我这酒也喝不下去了,我求求您把我饶了这儿,您不看僧面看负面,看在我女婿的份上还不行吗? 张飞迷迷糊糊地,行什么? 你女婿,哪一锅是你的女婿? 就是那吕布吕凤仙。 哈哈,张飞一听着气大了,靠我,你拿吕布来吓唬我呀,我本不打算打你了,就冲你给你说,非打不可,打了你曹宝,就等于打了那吕布一样。 哎呀,将他与我吐留下轮,把这一声把酒杯也摔了,这大家伙就劝他, 那哪儿劝得住啊,把曹宝给拖下清堂,劈咔啪啪,打了五十军棍,打的是劈开肉战,鲜血直流啊。 大家苦苦解劝,这才算把曹宝饶了。 张飞喝得是大醉不醒,这顿酒席就算散了,淘宝回来家里越想越窝心,这张飞太可恨了,这羞辱之仇非报不可呀。 他想来想去,想出了个主意,悄悄的给吕布写了一封书信,在信中他告诉吕布,刘备带兵去打南郡,留下张飞在这看家。 今天晚上张飞喝得不醒人事,你正好来娶徐州,难得这么个机会。 娶过徐州去之后,我把张飞杀死,也好解一解这酒席言情,羞辱之恨。 吕布接着这封书信,马上把陈宫请为商量。 陈宫想了一想,将军,这正是一个机会,咱们何必总在小飞这地方这么窝去着呢? 此地非是你我旧无君之处,应该去徐州。 嗯,公开言之有理,吕布连夜起兵,夜晚三惊十分,他们有小飞就杀到徐州了。 小飞离徐州只是咫尺之地,几十里路,撒马就到。 等兵马来到徐州城下,吕布借着月光一看,城楼上没有多少兵,影啄啄有那么十几个人,这些人都是曹报安排的。 一看吕布人马到了,他们就问,哪里的人马?我们是奉玄德公之命,回徐州送信的。 等一等,我们开关下锁,哗啦的一声,把城门开开,吕布领着人马就杀进来,一直杀刀率俗前。 张飞这时候正睡呢,睡得可香了,是呼声如雷啊,四个小孝才把他给摇醒喽。 三将军,快行行把吕布带兵杀进了徐州。 啊! 张飞翻了个身,睁眼瞅了瞅这几个小孝,你们瞅些什么? 日不杀刀率俯钱了。 啊! 张飞这回清明的,头的一下坐起来,头有点沉,头有点飘。 你也弹枪! 跪马! 有人赶快把盔甲拿过来,张飞就带这盔呀,带了半天,还是带歪位了,那甲穿不上,披着吧,提着这枪就出来,掌扎蛇毛,枪边朝后,根本没明白。 翻身上了马,杀出了帅足,一见吕布,张飞大叫一声,凝枪就刺,砰一下,就给他来了一枪转,把吕布吓了一跳。 吕布一看,这什么兵器,张飞的掌扎蛇毛,怎么换了? 俩人就打上,张飞根本打不了了。 他窥歪假挟的,站了有个五六个回合,拨马就走,吕布愣没敢追。 在胡捞关前,吕布已经领教过张义德的厉害了,行了,他跑了,跑了跑了吧。 这曹豹不知道好歹,从后边追上来,到城门口那儿,他还大叫张飞修走呢。 我要抱着羞辱之仇,领布是我给找来的。 张飞一听,啊,原来是这么回事,气得到一把一千卡,挑曹豹于马下。 然后张飞带着十几元兵下,找到了大哥刘玄德,哥哥,我把徐州盯了。 玄德长叹了一声,哎,德和足起,施和足优啊。 可把旁边的关羽给挤坏了,散帝,咱们嫂嫂呢? 啊,他那个,嫂子也陷入了城中,哎呀呀,你呀你呀三弟呀,大哥怎么说你了呢? 你又怎么答应的哥哥呀? 现在徐州也丢了把嫂嫂也陷于城中,你还有何面目,来见我家兄长? 几句话把乙德问得是丫头无言,咱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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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